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卢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欣颖 首先来看大卢佛封面专题 卫生部日前宣布 60岁以上所有品牌的疫苗接种者 以及18岁以上的科兴疫苗接种者 必须在明年2月之前施打加强针 才算是完成疫苗接种 受访兼舆论影响 有部分国人对于施打加强针 加强针感到恐惧 而针对这项课题 受访的中西医界人士就认为 加强针仍然是抵御变种病毒的最有效方法 因此对于卫生部的举措表示赞同 南方大学学院中医药学院院长林月宏博士就指出 舆论导向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但他会从医者的角度出发 从统计学的数据 了解加强针的效果 以及所带来的影响 新山慈恩医院院长拿督肖刚龄也将接种冠病疫苗加强针 比作施打B型肝炎疫苗 他说接种B型肝炎疫苗的时候 如果没有完成第三针就无法达到良好的免疫保护 冠病疫苗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已经在考虑为国人施打第四针的冠病疫苗 另外家庭医生陈俊毅就说 民众接种冠病疫苗后 体内的抗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减弱 相信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是为了保护民众 接着关注疫情相关消息 新山文华国际青年商会原定在昨天举办理事就职与颁奖典礼 不过一名筹尾在出发前在家进行冠病快速检测时发现结果呈阳性 而尽管这名筹尾的第二次自我检测结果为阴性 理事会还释出于集体安全的考量果断取消典礼 改会会长林佳豪随后就向本报指出 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一些从其他州属远道而来的出席者 昨天已经抵达现场 主办单位只好一一说明情况并请大家离去 无论结果如何 我和他非常庆幸事先通知出席者要在出发前进行冠病自我检测 尽了社会的责任 换个焦点 登山活动恢复以来 开始有不少外地旅客到访南巴山 然而像野猴投喂食物却是不恰当的行为 巨乱环保登山协会会长郑安新就提醒 野猴在尝到游客喂食的甜头后 陈群结队在南巴山山脚处徘徊找吃 摊翻的水果及登山客的随身物品被猴子抢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 他呼吁民众不要喂食猴子 因为这将影响登山客和生态环境 此外遇见猴群时也要保护个人的随身物品 切勿激怒和挑衅猴子 新闻的最后设置在新山苏丹后阿米纳医院的野战医院 在投入运作的6个月后得以功成身退 在本月16日关闭 罗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阿威亚发表文告说 野战医院是在今年的6月21日启用 在运行期间 共有70名军人以及74名新山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 担负其重任 治疗了1592名第一到第四阶段的冠病确诊患者 他感谢各方付出的努力 让野战医院能顺利的执行任务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